這是縣外令自2006年頒布以來 首次在全國範圍內鬆綁 對此 獨立房地產評論員劉光宇周五表示 中國樓市對外資的吸引力已不如當年 此次鬆綁只會釋放微量的境外需求 不會對房價有明顯拉升作用 松綁的消息引發網民熱議 認為政府名贈友邦不予加奴 普通老百姓買房遙遙無期 對於網民的質疑 劉光宇表示 國內住宅市場庫存量依然很大 樓市並沒有走出整體低迷的情況 現在是一個較好的時機來調整縣外政策 中國自次放開縣外令並不突然 今年3月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明確表示 歡迎外國人來中國買房 而當月公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也刪除了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的 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全部限制類條款 對此 江蘇學者葉啟明週五接受本台採訪時稱 不可否認中國政府態度的轉變 對促進外企在華投資房地產有積極作用 但因外資占國內地產投資比例有限 且外部市場近況並不好 能吸引多少外資還是未知數 且如今的放鬆 預示著海外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已經轉為貶值預期 現在外資應該是從中國大陸撤出去 再引進外資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在人民幣匯率下條 確實是有一些開發工程 那就是海外融資 但是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第一個就是不僅僅是國內的經濟 不是很景氣 整個世界經濟也跟大陸差不多 如果能夠引進一些外資過來 那就是房地產投資這個熱勢 它肯定會繼續保持下去 那我們這個房價它占一個高位 依然不會下調下來 對於普通他的印來說 需要繼續承受比較高暗的一個房價 也有分析認為 縣外令的取消 連帶也鬆綁了外商投資房地產所需辦理的貸款程序 這對於吸引外資在大陸的房市佈局 將有加分作用 而未來是否會進一步開放外資投資商業地產 物流地產 將是後續值得加以觀察的發展方向 發展方向 發展方向 發展方向